记者林慧琴台北报道,云林健胜安诊所一名猜性患者,不时以言于与肢体暴力对待护理人员,去年遭打巴掌的小齐,化名,忍无可忍决定提告,不料诊所将问题归咎于他自行处理不当,关键监视器画面也不见了,并要求其他护理人员不准作证,病人也扬言提告报,造成小齐身心受闯。 台湾基层护理产业工会金痛批诊所斥案行为,要求卫福部介入,护尸节成为护尸崩溃节。 基护工会理事长吴嘉玲表示,俗称王贵分条款的医疗法第24条,106条,将医疗暴力列为公诉罪,但截至2016年底,卫福部统计平均每年仍有200多件医疗暴力的通报案件, 但除了急诊室外,该会也经常接获洗肾诊所护理人员的投诉。 吴嘉玲指出,全台超过8万人洗肾,统整该会接获的投诉,部分洗肾诊所护理人员劳动条件差,并有被病人性骚扰,失与言语与肢体暴力的情形。 但诊所为了留住客源,不惜成为患者施暴共犯,要求护理人员只能吞下,不得报案。 小齐虽然鼓起勇气提高,但诊所仍要求她得照顾菜性患者,造成上班前出现焦虑、恐惧、悟心、呕吐情形。 上班时更有呼吸困难,全身发抖,手脚发麻等症状,无法正常工作,必须求助于身心科。 小齐说,真正伤害我的不是病人,而是被打之后,审安诊所完全不管我的死活,反而扭曲事实,强迫我承认是自己的问题才导致病人打我。 被打以够痛苦了,还被讲成自己活该,是真正伤害身心的元凶。 吴嘉玲认为,审安诊所应为痴案一事登报道歉,否则基护工会将采取进一步抗议行动,而王贵分条款仅针对加害人,未对医疗院所加以规范,呼吁卫福部作为主管机关, 应要求医疗院所建立安全工作环境,且主动配合检方调查,若有痴案状况,则对院所予以惩处。